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 鬼魂 市里的火葬场要拆迁了 这个消息啊 似乎成为了市里边无人不知的消息 这么大的一个事 当然了会引发一些老人们的议论 毕竟说火葬场这种地方 要是洞迁了之后 它能干什么呢 谁又愿意在这种地方工作生活 于是乎 大家得出了一个相同的结论 军营 据说啊 鬼魂这种东西 只有洋气极重的配枪的战士 才能压得住 这军队似乎成为了不二之选 然而军营就一定能够镇得住吗 唉 真是舒坦啊 冯克把烟头扔进了下水道 他妈的 抽个烟还得偷偷摸摸的 军克小声地嘀咕道 就在这个时候 厕所里传来了凄惨的哭声 那个哭声听起来毛骨悚然的 分明是一女孩的哭声 谁啊 军营中怎么会有女孩呢 军克吓了一大跳 然而那个声音并没有停止 军克顺着声音出了厕所 不对 往右边转应该是宿舍了呀 军克看了看右边的门 上边分明写着 礼服 我操 这是什么鬼啊 军克竟然鬼迷心窍地走了过去 而此时 他听到了里边传出的哀乐 一个棺材 赫然放在了房子的正中间 前边还有一张遗像 然而军克并没有看清楚 一向上的人 来人哪 救命啊 还没等军克喊完呢 灵堂的门 砰的一声就关上 军克 军克 醒醒 军克睁开了眼睛 一看 是班长 干嘛的 起床后听不见了 快点起来 一会儿该出操了 你这怎么搞的 你这几天 怎么老是这个状态啊 班长掀开了军克的被子 因为两个人是老乡 所以班长对军克 一直是很照顾的 不过照顾归照顾 军营里的规矩啊 可不能坏 妈的 别跟老子丢人 快点 跑不前进 班长踢了军克的屁股一脚 之后 军克便一溜烟地跑了出去 唉 真点呗 我这是中邪了还是怎么着 每天都做这梦呢 军克看了看已经洗漱完毕的战友 他知道 再不快点 真来不及了 总算是赶上了 军克一边唱着军歌 一边心有余悸地看着早餐排队的队伍 如果这次再迟到 可就要饿个肚子了 今天进行障碍训练 连长一声令下 几个班长就开始组织行动 军克不记得自己做过这种训练 有多少次了 但是 他一定会记得这一次 因为他成为了今年 唯一的一个 从平衡木上倒栽下来的病 当他在平衡木上听到一声惨叫的瞬间 他彻底地失去了意识 等他恢复意识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走在一个棺材上 就这样 咣当的一下 他就掉下来了 小伙子 心病吗 去 上去再试一次 别当闹肿啊 军克抬起头 看到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军官 正友善地看着他 或许 应该说是慈祥 手掌好 军克一眼就认出了 他肩膀上的一脉一腥 年轻人 去吧 再来一次 我看好你啊 那个人背着手走开了 哎 那个兵 你发什么呆呢 给老子快点 军克赶紧地回去又重新做了一次 时间过得很快 很多人都去休息了 而军克呢 因为白天训练不佳 被连长特殊照顾 开小串 这几天到底是怎么了 没有一天是正常的 军克看了看 空旷的操场 只有自己一个人在跑步 年轻人 被连长开小串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 白天的那名首长 出现在了正跑步的军克的身边 军克吓了一跳 不仅是因为他的出现 毕竟人家是少将 能跟自己这个裂兵说话 能不紧张吗 首长好 军克赶紧地敬礼 哎 别这么居住 我呀 经常在这跑步 你可能是没发现吧 那名首长跑得很快 但是 他脸不红 气也不喘 这个年纪来说 还真是不简单 首长 今天我是第一次被罚 家乡训练 军克显得尴尬了 我懂 这事啊 我当兵的时候 也经历过 当兵嘛 保卫家乡 你这平时啊 多流汗 战时就少流血 那名首长仿佛正在回忆 你嘀咕什么呢 你 连长一声怒骂 吓坏了跑步的军克 军克刚要辩解 却发现 刚刚和自己一起跑步的那个首长不见了 跑得也太快了吧 你倒是帮我解释一下啊 军克一边跑 一边心里边还抱怨着 终于回到了让自己又爱又恨的那个寝室 爱是因为终于可以睡觉了 恨是因为 他把自己又一次做的那个噩梦 不出所料 又一次的噩梦重复着 只不过这次军克多少有些习惯了 当班长的叫码声把他弄醒的时候 军克感觉整个人比上次精神了很多 不出所料 军克又被连长特殊照过了 连续的训练 军克虽然是心有不甘 但是却也没有办法 谁让自己总是休息不好呢 又总是遇到这奇奇怪怪的事情呢 这里是军队 说多了都没有用 只有努力去拼搏 日复一日 或许军克已经习惯了发生的一切 或许时间久了 军克自己也就不在乎了吧 夜幕再次降临 这次军克又如期做了同样的梦 他这次似乎已经习以为常 他走到了灵堂的中央 看着那口透明的棺材说道 我不管你是谁啊 我也不知道你要咋地 总之你别跟我装神弄鬼的了 我也没干什么亏心事 我军克堂堂气质呢 这话说到这就僵住了 因为他看到那张脸 棺材里的那张脸 正是之前他看到的那个老手掌 哀悦还得继续 而军克却听到了毛骨悚然的笑声 那个笑声特别的伤心 军克醒了 这次军克按时起床了 而且这次军克异常的镇定 黑威 行了小子 今儿子怎么起这么早啊 班长看到整理好床铺的军克 显得极为吃惊 白天的训练进行得很顺利 军克这次表现了异常的出色 而且由于经常加训 军克的成绩竟然在不知不觉中 成了团里边一等一的高手 军克再也没有做那个梦 直到有一天 他梦到了一声咆哮 那咆哮声让人感觉到痛不欲生 他在梦中惊醒 顺着咆哮的方向望远 接着就看到了一丝光亮 在表彰大会上 军克并没有说 他是如何发现失火的 他只知道要自己要去救火 事后被有人悄悄议论失火的地方 那正是以前火葬场的炼人炉 转眼三年过去了 清明节 冯连长带着刚刚交往不久的炼人 来到一片公墓 那就是我爷爷的墓 我爷爷去世七年了 他以前也是一名军人呢 那女孩微笑着说道 冯克看了看墓碑上的照片 那人冯克很久之前就见过 当他还是裂兵的时候 那个人曾经陪着他一起 在晚上加训 我没有看错人 我那个爱哭的孙女啊 就交给你了 睡梦中的冯克脸上灯然带着微笑 好了 这就是鬼魂的故事